大家好,咱们这几个咱们来讲一下 怎样去获取一个metaData 一个元缩句子 元缩句的话 我们前面的话 做了一个文本文件 然后收集器 文件收集器的话 我带大家来再来看一下 然后的话 我们这边是我们自行的命令 收集的时候 是不是指定了一个文本文件的一个目录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个目录下面 然后是我们手工写的一些文件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 三个集点的话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是北京 然后是上海和广州 这是我们自己手工写的一个文件 当时的话 你可能实际的话 可能就是你要想监控哪些数据的话 你需要一些工具 可能或者是脚本 接着自己生成的 而不是说我们手工写的 这里的手工写的话 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让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只能够去查看 然后我们那个手工写的这些数据 那在哪里 看一下 然后的话应该是有一个metadata 一个原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大家看到 然后是不是这个 它取的也是这一个 这个数值 应该是取的这边的 这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道理是取的是 这里面的这个值 还是外面的值 我们来去手工修改一下 修改一个 嗯 修改里面的吧 cd 先到这里面去 看一下 我们加个test 然后我们这个再重新一下 ts-eux-not 然后18915 然后我们用这条面的值 出来启动一下 嗯 少了一个 necesario umu conversation ps-eux-eux 看一下 dic 起来 св 怎么办 看到 然后现在的话 已经起来了 起来的话 我们再去 然后 直行看一下 稍等一下我们去刷新一下 然后它取的名字是什么 取的名字是我们里面的文件的内容 而不是取的外面的一个文件夹的名称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关于我们怎样去收集一个文本 收集文本的话我们可以去过滤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可以 然后 然后等一个 Docker server 然后我们里面是的话我们可以去再加一个过滤条件 Data center 然后等一个 在北京 你假如说可能有多个重复的话可能会去就是显示一个多个 开架 开架 RUS 这里 填字写错了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样的话都会显示 那个 北京方面的一些虚拟 虚拟主机的一些信息 你可以 然后根据实际情况 然后 假如说我们有多个主机的话 肯定会显示多个 而我们这边的话应该 因为是我们每一个都设了一个 只设了一个 比如说每一台主机的 然后那个区域都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里面的话 只显示了一个 过滤出来的一个 然后的话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 不等于 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 然后的话 它也支持不等于 不等于的话就是说 那个除了北京的然后 其他的都会显示 但是首先要匹配前面这个条件 好 那个关于那个一些运算符的话呢 我们这边的话呢我也给大家 把这个链接已经 列出来了 有哪些运算符 然后你可以 再详细的去了解一下 来看一下 然后全等不等 然后大一小余 这些都是一些 我们那常见的二金字运算符 好 我们往下面看 往下面看有一个什么 效量匹配 效量匹配的话 有两种效量匹配 一中是一对一和一个多的一 然后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去参考 我们这里面那个文档里面的一个 一个什么 大家看到这个操作 操作下面的一个 相量匹配 一个操作里面 一个相量匹配在这里 大家也可以 那个别人也可以得有视力 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去演示一个简单的 现在这里是那个多对一 然后的话 还有一对一 我们这边的话都先这个 演示出来一个 演示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的话 我们把它 看一下吧 然后 然后的话也是先 先获取了一个 NOT 刚刚直接这边书的话呢 它下面然后也会是有一个提示的 那我们系统 系统单元 然后的话我们是一个 NOT 等一个 Docker 大家看一下 然后到这个的话 它都会取出 所有的一个状态 我们这边我们是 只取出 当前的状态 全能一 看到 然后 这一个是不活动的 我们就 因为之前把它停掉了 然后这个当前的状态 是 inactive 然后的话我们后面还可以去加 判断 and and就是一个或的意思 然后那个and的话就是 一个 就是两边必须全部是为真 那个结果才是 也就是说两边必须全部匹配 才可以 然后 在哪个地方 谁和谁的匹配 也就是说 左边的和右边的 要进行一个匹配 来看一下 incidence pp instance 和job 匹配这两个 一个mata data mata mata data 然后的话是 我们匹配 然后匹配 data center 北京里面的 看一下 然后的话 现在是不是那个 已经匹配上一个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 都是只有一个 然后的话 我们可以去尝试 我们去修改一下吧 修改两个北京的 然后来 我来去 验证一下 把176的也 改一下吧 Level not 然后北京 来改一下 然后的话 我们这边是 应该要 应该需要 重启一下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值有没有变过来吧 修改 好 这里 这里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我们从这里面去看一下 好 应该是 我们改完这个值的话呢 它不 那个不需要 然后重新 我们的程序 那我们改完值的话 它是立马生效了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可以看到 然后 检测出来两个 一个174和176 这两个的状态 好 关于一个相量匹配 然后和一个原数据 采取的话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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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